诶 盗月社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门口 事情还有从几天前说起 那天我收到了沐上的消息 要求我准备十人份的年会大菜 为十个人的餐 菜一定要丰富 只有两天制作 时间又不太够 除非我做 灰菜中 可与佛跳强媲美的 一锡一品锅 有名胡适一品锅 食材那是相当的多 工序也是相当的繁琐 但为了年会上的朋友 我决定硬着头皮 做一做 在一品锅中 每一位食材 都会称为一层楼 第一层通常要放的是 切成滚刀块的白萝卜 嘿 这个简单 第二层 用的是来自安徽环山的小笋干 不仅要定时换水 还得耐心地浸泡 保留成400秒 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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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浇水倒掉 切成小条 你说是不是有手就能做好 至于第三层 我选的是 泡发的干香菇 哎呀呀 好姐 前面三层都属于一品锅的底部素材 俗称电锅 除了食用还能吸油 之所以要吸油 是因为电锅之上 全都是肉肉肉肉 还有肉 喜欢吃肉的朋友 请扣一波 第四层 是新鲜购版的五花肉 一层肥 一层瘦 肉质相当优秀 切块 焯水 行进 煸油 接到焦混之后 先加料酒老抽 上色调味 接着丢根小葱葱 倒满小水 扣上小盖盖 转成小火 就是一зы flavour 你 想不想张开小嘴嘴 小瘤 熟告这一盘小肉肉 之后的第五层 是酿豆腐 也就是豆腐脚酿肉 虽然不同地区 有不同的叫法和做法 但都要在洗干净的豆腐脚粥 挖出一个小洞 才可以酿进肉 阿 把新鲜的黑猪腿肉 剁成几细的肉末 然后 去皮的萝卜 和泡发的香菇 鼓切的碎小小 混合肉末一起 意思加入葱姜水 食盐生抽 蛋清生粉 朝一个方向搅打伤劲 再把做好的肉馅酿入豆腐饺中 饱饱满满 鼓鼓囊囊 我一口气做了27个 根据每人能吃2.7个 应该是够的吧 第六层是黄灿灿的大蛋饺贼 蛋饺的馅一定要区别于酿豆腐的馅 引导出不同的口感和风味 豆腐馅里萝卜绵软 所以蛋饺中我改用了马蹄碎 增加些许清脆的口感 豆腐馅的菜多肉少 所以蛋饺中就要以纯肉馅为主 调味可以简单一点 主打的就是一个扎实 纪录片里说 蛋饺的皮要用鸭蛋来做 蛋饺必须仔细过滤 口感才会更加细腻 淀粉也要加水沉淀 蛋饺才会更有韧性 之后搅拌均匀倒进锅里 注意 简单皮最好要用不粘锅 否则 换锅换锅 换不粘锅 小火烧锅 蛋饺必须会迅速凝结 在边缘翘起 就可以轻松出锅 舔入肉馅 捏成蛋饺儿 登登 第七层要做的是炸肉丸 肉丸的肉依旧要区别于豆腐馅和蛋饺馅 所以我先蒸了一碗糯米饭 等到不烫手了 就倒进调味过的纯肉馅 充分抓鱼 再用抹了清水的小手手 一遍一遍反复敲打 直到肉丸滑爽爽 圆圆胖胖 接着下入160度的油锅 炸至周身金黄 你看这外壳 多一秒 你瞧这米粒多诺软 有了两种口感的胶质碰撞 这肉丸绝对脏胖 第八层 是足足四个大鸡腿 先一一剃骨 只留下纯纯的腿肉 然后温温柔柔的炸上小洞 放置鸡皮在油锅中 缩成一坨 翻个小面 保证鸡肉的周围都金金黄黄 最后端出了提前熬制了 六小时的猪骨圆汤 哎呦 摸一 将鸡腿肉炖煮入味 传统的一瓶锅 是将食材层层铺好 再以圆汤浇灌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慢慢渗透入味的 而我的一瓶锅 早已将每层食材 都分开炖煮过了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多次一绝 但这却是我的精心设计 看完你就知道了 汤汁均匀剔透 满锅鲜香浓厚 有蒜有菇有萝卜 有鸡有猪有豆腐 围成圈的小青菜 绿绿油油 足足铺满了 九层楼 愿你来年的生活 风风火火 愿你的学业事业 更上一层楼 鸡肉像耳垂般软嫩 鸡味似黄语般鲜纯 沿着清晰的肉纹 敷过丝滑的舌根 热去如火焰满滚烫 外皮肉肥皂般滑爽 大大一坨松耳不散 小小一口满嘴回香 而红烧肉嘛 一锁就粘牙 一抿就融化 肥肉不易油滑 瘦肉不落肉渣 简直 喵啊 但我最期待的 还是炸肉丸子 炸过的肉丸 沉沉甸甸 蒸熟的糯米 湿湿粘粘 保证着汤汁的清鲜 吸收了肉质的荤鲜 仿佛在陡峭的微微山巅 飘下了轻柔的 矮矮白雪 侵落在掌心之间 化作了热影热现的 点赞的小圈圈 一品锅是安徽地区的 传统大菜 更适合一群人分享 而不是一个人独享 你都吃完了 别人吃什么 我吃的不过是边角鱼料 而真正的大货嘛 我已经有真空鸡 一层一层 抽真空包装好了 谢谢 这是你录的呀 欢迎欢迎是我是我是我本人 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 给你拜年了 给你拜年了 给你东西都不是 都不是年年了 刀业社提的大包小包和我准备的大包小包 其实都是为了送去同一个地方 但在出发之前 我还需要介绍一下今天的菜品 所以这是一个安徽的飞移的菜 对对对对 一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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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第一层是萝卜 就是放到最下面 对对对 就是高汤煨过的 嗯 最下面的 同时还得仔细地说明一下 这般样食材的摆放方法 你给你刚才描述的非常的清楚 嗯 但是我相信最后的效果 在每个人脑子里面呈现的都不一样 死我为什么给你拍点照片呀 你有做成的 有有 我昨天特意摆了一遍 就是为了表本 做这个说明书 好 其实这样 这个说明书也像一个免责声明 到最后我就说 沐上摆出来 没有这个意思 说明书一会儿就发现 没问题 肯定可以 没问题啊 拜拜 拜拜 等我好消息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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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不妮说火魔烧的手软的观众 肯定会问 大姨大姨 你这到底做给谁吃呀 问得好 那天 我收到了盗月社送来的礼盒 是他们在南京认识的新朋友 在面包坊工作的喜汉儿们 亲手制作的饼干 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进行烘焙 口感酥香美味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构筑生活 我更深表钦佩 所以 当盗月社邀请我为面包坊的年会制作菜品 我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准备了这份适合聚餐又富有年味的一品锅 因为担心鱼刺可能卡住喉咙 所以取消了原本要放的鱼肉 因为考虑到鸡骨不方便咀嚼 所以把骨头剔了个干净 为了方便组装 我分别炖煮了每一味食材 为了足够保鲜 我买了保温箱 放进了冰袋 抽上了真空 只希望这些平平凡凡的食材 这个平平淡淡的小锅 能为他们的年会带来一丝冬日的温暖 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阵热闹和欢笑 爸爸 我给你尝一个蛋饺 我们南京的春节也是要吃蛋饺的 哦 对吧 对 你喜欢吃笋子 我给你拿笋子 笋子吧 我喜欢吃鸡 喜欢吃鸡 好 哇 这个鸡肉很抢手啊 我也要来一点 没事 不客气 嘉诚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玩魔方的高手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啊 好了 25秒 25秒 不着